出发前来营地再看一看 球高压锅 哎呀 惨了 炉子丢了 把炉子被人偷走了 炉子被人偷走了 哪个炉子 就那大炉子 是吗 啊 哇靠 这他们谁干的 给狼哥发个微信 狼哥 好 我炉子被人偷走了 我先来球高压锅我看一眼 这啥你一边这是 我说我发现那个炉 炉筒都歪了我现在咋个事呢 然后又进屋瞅瞅 好炉子被偷走了 我来好汉钢 我来好汉钢 这人是我操了 这人这么行啊 这他妈的你说 我说墨本 我说墨本本地这么干 我操 赶紧 赶紧一天没去呗 就是啊 赶紧把车拖回来 今天脑活把它收了吧 你来吧 过来帮我把它收了吧 炉子死贵啊 还是把车也收过去吧 这啥什么玩意儿 再过两天把我车再偷走 哈喽朋友好 我是勇敢的阿林 阿林跟我所有的外地朋友说 阿林最近以为傲 就是我墨河的民风 本地人比较淳朴 而且善良 今天是狂狂打脸的 日房夜房家的南房 我河边的帐篷 被人倒了 什么叫被倒了 大家看 我这事来来来 我帮你说来来 这个事我又发现你了 实话实说没关系 实话实说 对实话实说 大家好众所周知 最近的一段 沫河江温特别厉害 你看阿林又买炉子 我又装差暖 大伙都知道 然后呢 有些人家可能是 取暖设施 不是很完善 也冷的受不了了 忽然就有一天 看阿林视频 或者看阿林直播 阿林河边帐篷了 有炉子 我冷那样 我拿一下 他应该不介意 我先借用两天 没了 然后哪天 用完 你别再问什么 没这哪天都给你送回来 你还要收车 收车 你都彻底不给你送回来 你哪还有理由 你看本来是怎么给你送回来的 你把车收走了 我送哪一家 说河边丢了呢 你快来快 你快别安慰我 我把车收了吧 我把车不收车都给我偷走了 你们看啊 就丢一炉子 剩下啥也没丢 羊腿都没丢 对羊腿都没偷 就笨炉子来的 啊 傻妈给我气懵了都 炉子偷走了 然后 烟松没偷走 没没 缺了 我有两 缺了两件 一个弯板 缺一件 一件 带个完本 那是不是咱来走了 他 没来得及呢 那不对你来 那能来找的话 他都能看出来 哎呀 这玩意儿 这东西你没法说兄弟们 这世间唯有太阳跟人心不可知识 呃 那天晚上 看北极光是哪天 我呀 就是说央视预报有北极光 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我跟胖鸭的这还烤了的 烧了的就你俩连麦吗对就昨天没来对 今天来 没了今天今天 今天是这样事的我现在来河边瞅一眼把高峰阳腿求走因为我想去跟河 去那边 看看许牧他们离我这么近300多公里 他不来看我我去看他吧 结果你说今天肯定是走不了的 我们给你们看一下行的呢 我是拉着一车装备来的 电源 水壶 衣服 啥都准备好了 现在 丑了八角 就直奔根河 周围乱七八糟的也看不出啥蛛丝马迹 我的脚印是这种花纹 我爸脚印是啥事把我看你脚印是啥事 你是这种 王哥你脚印是啥事 这看不出来 这还看啥呀 还用没有报警 不够立案 啊 不够立案 也一千多呢 这两千块钱 不够 不够吗 不够也没工大了 那都不至于 你说这个花五万多买的路 不是 问题是可以 立案 这也破不着吧 那你说你 偷你俩不把炉筒都偷走 你偷一个炉子 你说 剩下的咋用 你也不好用 我也不好用 其他东西没丢 菜板的 然后 防火箭 羊腿呢 羊腿呢 狼哥 羊腿没丢 桌的没丢 腹的没丢 高二哥吃的啥都没丢 凳的没丢 哎呦 哎呦 靠 什么鬼呀 没看到车这个印 这哪位大哥呀 收了吧 浪哥 不能等他还了 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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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能这么干呢 真是的 真给说实话 真给大墨盒人丢脸 这炉子还真不是这里面最值钱的 炉子不是最值钱 我看着都闹心 有了 我给他了 我不要 我留个纸条 麻烦你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把炉筒都求 你不用留纸条了 你说这个 炉筒不是给扔这的 你看看这视频 你直接拿回去 偷不清拿 不要看着 看着就动你 我说命中注定 只能有一个炉子 人家说这人没有 没有两孩子命 没听说过哪个人 没有俩炉子命啊 我哭笑不得 我现在 丑听话 你没抓住手吧 你也不知道就是 哪里东西 不是偷的 不是偷的 也不是借的 这炉子吧 他在这河边待久了以后呢 人家捡的 也没有捡 没有捡 跟人没关系 这个炉子吧 在河边待久了 吸收天地 日月精华 他有一天 他肚劫了 他不是炉子了 他离开凡间了 只能这么说了 要不然好像咱们 黑 黑单当地的 是不是 这根儿泡泪呢 根儿在里头 都外边了 都外边了 根儿啊 嗯 咱赶他 根儿就放这个边上就行 我多少年都没丢东西了 在墨盒 这是个好事了 这个炉子呀 这个炉子呀 这不是 赛风施马吗 哎呀 我这个先拉 天之非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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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分别咱们 咱们 这根有一费 还ост复 感谢观看 也许是永别了 基本上是永别了 希望你在你的新家越烧越旺 玩得开心 希望你的新主人 新主人家不应该越烧越倒烟吗 越烧越旺嘛 现在我就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了 再检查一下 不怕大东西 主要是看周围有没有垃圾 万打说在这领地待了几天 别污染环境了 来的时候啥样 走的时候还什么样啊 兄弟们该带走的全带走了就剩炉子 来 唯一的就是把炉子给弄丢了 撤吧 垃圾是一点没有啊 爱护环境 让人有责 在视频的结尾跟大家我道道道两句啊 咱们出门在外一定要看好自己东西 防止被人家零原购 东西这玩意呢不分贵贱 还好我是本地的 这要是外地人的炉子被偷了 那他这个挑战饥寒 就难搞了 那到晚上的时候 人家三四十度 这太危险了 好了朋友们 啥也不说了 破财免呆吧 别忘了给阿林评论点赞 简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